大家好,我們是歐阿利洛普特文創工作室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用不到三百元的價格 打造一個超有質感的美式鄉村風麻繩吊燈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工具由螺絲起子、斜口鉗跟尖嘴鉗 找到這三個工具加上我們推出的超值材料包 這樣一組組到三百塊 然後我們來介紹材料包裡面有哪些材料 首先是一個吃110電壓的吐司燈泡 這個型號叫做ST64 是比較傳統的吐司燈泡形狀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麻繩 還有我們的台製的電線 這款電線比較特別,它是台灣製造 然後它的線徑跟一般比較不一樣 它是0.75mm線徑的電線 所以它的安全係數比較高 還有我們的台灣製造的橡膠插頭 它這個橡膠比較會抗氧化 所以老化會比較滿 然後還有我們的黃古青銅的鋁製燈座 它裡面有一個絕緣用的貨紙板 然後還有兩個R型的電線階端子 好,首先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電線穿過我們的麻繩 在這之前有一個重要的動作 就是要先把我的麻繩扁捏鬆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扁平狀的編織 這個過程會比較久 但是把它捏鬆 等一下穿電線的時候會比較輕鬆 我們在穿的過程中 穿之前要先注意我們電線沒有外露的狀況 不然它裡面會卡住 然後就可以開始穿了 這個過程大概5到10分鐘 記得讓線是垂直的 不要有彎曲的過程 卡住的時候就像這樣子把它捏捏褪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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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選擇一邊用我們的斜口切開 好然後把捲好的電線 穿過電線接鋪褪褪褪褪褪褪褪 用一頭端子 穿過去之後 用尖嘴鉗把它夾緊 兩端都夾緊之後 就先放到一邊 然後打出我們的橡膠插頭 把它鋪開 它會有左右兩個螺絲 然後使用十字起子 把螺絲全部轉出來 好兩邊都轉下來之後 把綁好電線端子 穿過螺絲 鎖回叉頭上 記得讓電線是直的 不要是彎的 然後鎖完之後 換另一邊 重複一樣上述的動作 然後這次換我們的電燈的燈座 127的燈座 先把它從後紙板裡面取出來 然後它會長這個樣子 有兩顆螺絲 然後一樣要把螺絲轉出來 然後在接電線之前 要先注意 電線要先穿過燈座的燈蓋 然後 就可以來接我們的螺絲 螺絲穿過電線端子上面的孔洞 然後再把它鎖緊 好 兩邊都鎖緊之後 它這邊有兩個凸起的 它是要穿入我們 這邊有一個防袋的凹槽 把它穿出去 稍微用金嘴鎮 調整一下 然後蓋上我們的蓋子 它是有卡扣的 所以要對齊 凹槽對勾勾 然後卡進去 再來調整我們的麻繩 把它塞入燈座裡 稍微用尖嘴鎮壓一下 再來調整我們的橡膠插口 這個桶花要先取下來 才能做塞入的動作 塞完之後把銅盤扣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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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的香春風 高質感的麻繩燈具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測試 裝起來效果如何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是歐文益LOFT文創工作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